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性关键性的影响 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过去这两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川普大顺风连三利多加持 包括您看到的辩论赛 拜登的表现很糟糕 甚至大家讨论要不要把它换掉 而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更戏剧性了 川普遇袭被捧成了英雄 您看他振臂疾呼的那一幕 叽叽呼呼变成了历史上的一刻 而今天更加码 我们看到川普的机密文件案 被起诉遭到驳回了 可以说是川普的大胜利 而川普的英雄 他用英雄的姿态乘胜追击 今天他正式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并且宣布他的副手 您看到这一幕他的右耳包着纱布 然后露出自信的微笑 获得党内支持者热烈的欢呼 而这一个纱布 这个右耳变成他的英雄标志了 川普他宣布他提名他的副手 马斯克 对不起 他提名他的这个副手是范斯 而马斯克利庭 这个声音响起了 我们看到这一幕 观众朋友拜登私人独憔悴吗 拜登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话 要挽回一些气势 我们先来看看这39岁的川普的副手 他是谁呢 留着大胡子的他是二爱二洲的参议员 获得了川普清点成为副手的人选 年轻留着大胡子 而且他过去可以说 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也是蛮传奇的 因为他从劳工阶层出来 我们先看看拜登的反应 拜登在推特就是X平台上面发文说 你范斯啊 过去啊 把劳工挂在嘴边 开口闭口都是劳工 可是现在却跟川普站在一起 川普是一个要替中产阶级加税 替富人减税的人 你范斯前后立场矛盾 根本就是川普的复制人 他大大的批评对手 而另外呢 我们也来看看 这个范斯他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川普要提名当 把他当作他的副手呢 我们先看看 这个川普在发文公布前20分钟 打了一通电话通知他说 我要提名你当副手了 那范斯说 我可以帮你在密西根州等中西部的摇摆州 帮你搬回一城 帮你拿下这几个州 那39岁的他高中毕业之后加入海陆服役 后来在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 并且成立过创投公司 那过去他曾经说过一些话 对于川普不利的 说你是骗子 你是道德灾难 你未来可能会变成美国的希特勒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拜登攻击他的这一点 那另外2022年他在川普的支持下 拿下了俄亥俄州的议员行刺 习次从此变成川普 美国再次伟大的忠诚信徒 大概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 而另外他的太太很特别 他是印度裔的学霸律师 两个人是在耶鲁相遇相识并且相恋 然后这个结成连礼 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七成的印度裔美国人支持拜登 那他的太太又是印度裔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块拿过来 变成翻转的关键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马斯克 对不起 马斯克他有一个新的宣布 他说每一个月要捐4500万美元挺川普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新闻 在这个大选的新闻里头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范斯他是电动车的杀手 他说过要取消千亿电动车的补贴方案 那对于马斯克会不会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些冲突呢 还有一个人可能要担心的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了 他说了 因为有记者去问他嘛 他就说我不担心川普再次入主白宫 川普曾经讲过 如果再回来当总统 可以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范斯 就是未来提名的这个副总统 他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继续援助 那拜登这一方面呢 那现在是不是士气看起来比较低迷呢 今天我们看到他再度接受电视媒体的专访 他强调我不退选总统 我老 你批评我老 可是我只比川普大三岁 而且我的精神状况非常好 我没有要退选啊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美国的卡车司机工会 可能不支持拜登 所以你可以看到工人票 可能也丢掉了 因为过去2020年上一届选举的时候 这个协会啊 曾经为拜登背书过 那最新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摇摆州 其实也都在伯仲之间 或者是互有领先 可是拜登现在最新民调 在维吉尼亚州 扫服领先川普 可是观众朋友你要看哦 上一届的总统选举2020年 川普在这个地方是输给 这个拜登十个百分点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或是民调的销长 可能很多人都判断 这个川普可能就是 未来的美国总统了 来先请教杨永明老师 你最后那句话其实可以画个据点 本来如果在6月27号川败辩论之前 两个人其实就有一点不分上下 但是川普还是在摇摆州略为领先 美国的选举大家不一样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那不是和总票数 也没什么第二阶段投票 他是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州 赢者全拿那个选举人票 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把 加州算成是拜登的德州 一定是川普的 这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概有六到八个 我们讲八个摇摆州 也就是过去的几次 他可能会偏向民主党 可能会偏向共和党 那看当时的候选人 以及看当时的氛围 当然看当时你花多少钱 那所以其实这几个州 就把它加起来 就形成一个对比 在六月十七号的辩论之后 拜登是一败涂地的情况之下 到七月十二号 纽约时报还在发评论 要求拜登退选 然后更多的金主 跟他的同僚们要求他退选 因为他们觉得 他第一个升级没办法 第二个他应该会输了 因为民调已经呈现摇摆州 渐渐的转向这个川普 因为七月十三号 那个耳朵被打伤 那个照片 后面的美国国旗 他当时的反应 不是只有那个照片而已 他当时那个反应临危不乱 而且他从六月十七号之前 一直到现在 其实川普的表现 已经是这种赢者的态势 而且他是在强调团结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 已经开始慢慢的向他靠 以前在共和党 还有所谓的反川派 包含这个凡斯 对不对 那是在两三年前 他还这么太多 可是经过这个七月十三号 共和党已经完全没有反川派 连那个黑力 现在都今天都在 芝加哥 在那个迷惑基的这个大会 对不对 倒过来 拜登现在在七月十三号 大概已经 这个只剩下两成三成的机会 有可能赢 那现在提这个凡斯 范斯 J.D. Vance 那个D其实是跟那个Donner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就Donner Trump 然后这个是James Donner Vance 还投名了 富质人 对 富质人 我五六年前的时候 看过他那个Netflix的就是 我们叫绝望者之 之歌 那他其实乡下人的哀歌 如果正常翻译的话 他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是 就国中毕业 他就不想念书 然后他妈妈是 就是说这个 大概算是读影 然后他主舞很强悍的 把他从妈妈当中带开 他还有他姐姐 然后他去念了高中 高中念完之后 没有未来 没有出路 就当兵 跟很多美国的白人 黑人 西班牙的中下阶层一样 去当兵 当了海津路段队 最低沉的下四四年 在伊拉克 他那个时候就写 我们有想要打这个仗 对不对 在那边为别的国家死人 打伊拉克 还记得这个战争 回来之后 他就自己半功半读 因为当兵完之后 加分去念了Ohio State 这个当地的学校 这个就表现很好 就申请到美国 No.1的耶鲁法学院 耶鲁法学院出来年薪 起码12万 15万 结果他过来 出来果然就 就是说做了不错的工作 中间碰到一个人 这个华裔菲律宾裔的 他的教授叫蔡美儿 Amy Chow 然后就鼓励他 就是虎妈 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 就是因为他是他的老师 蔡老师 蔡老师知道这个凡斯 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故事 从一个乡下人被抛弃 然后当兵陆战队 念书再念耶鲁法学 Oh my God 这个都是第一流的精英 叫他把他的书写出来 他就写出来 他这个书不得了 是 畅销 畅销 所以那个书后来就帮他的 铺成了他的工作 他的政治 那我觉得今天川普能够有 这个哑量选 他又再加分 是 这个Vance的 所以我说 你说最后是不是川普已经当选 可以画句点 是 他真的是非常励志 他的故事 这个很多人都看过 来 院老师 这个杨老师讲得很好 我这个接下来 我要讲几个感觉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选举 在选之前 大家好像一开始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是 拜登这个垂垂牢矣 那个时候我其实想拍两个视频 我第一个视频就是想要讲 这个拜登绝对不会退 因为依照我对美国人理解的话 美国人的话永远是个人英雄主义 大家会觉得川普也是英雄主义 但是都忘了个人两个字 拜登也是一样 绝对不会退 所以他会尽自己的所能来表现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川普本身来讲的 那个遮休费的事情的话 给他带很大的麻烦 那么就是说其他 川普本身的案子就是分成了 四五十个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听到就是说 他走的时候 离开白宫的时候 带走那些文件资料 获得了不起诉的处分 就对他来讲的话 这个选举帮助很大 我在这边的话 我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个今天提到范思 担任副总统人选 的的确确是加分的 那个加分的方式的话 就是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他本身就是参议员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 就刚刚杨老师讲的说 他把他自己的人生成长的经历 因为他成长的这个经历 就是充分的展现出铁锈区的白人 在整个生活当中 不屈不挠的发展 那么这个是加分题 因为这个铁锈区 虽然大家讲到这个 迷你苏达州 密西根州 奥亥俄州什么 他们之身为摇摆州的原因 就是因为长期来讲 他们在支持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话 就是一半一半 甚至于在他自己担任参议员地方的 欧亥俄州的话 有一个小郡里面 竟然可以能够用这个小郡的得票比例 来预测美国的大选的结果 你就知道他这个摇摆的情况多么厉害 那么他本身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他完全符合了川普要的人 他基本上是海军陆战队出身 大家要了解 这个美国人对军人的重视 跟我们台湾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台湾人是敢打仗 没有人要当兵 他们那边的话 就是当兵的人不打仗 就是范斯的话 他被提名 据我所知 他的第一个明确的证件就是说 马上 一旦当川普一旦当选 11月份当选 马上就要跟俄罗斯的话来议和 就是不能够在这个 乌克兰身上花一毛钱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消息也讲说 昨天四季的话 感觉到说很尴尬 就是说是他自己这边打这个 打这个替美国当这个棋子战争的话 能够撑到11月以后的话 按照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他自己会麻烦 第三点我觉得范斯的话 他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 他原来是骂川普的 骂川普小人道德败落 什么的 以华众取宠 讲得很难听 现在突然的话 就皈依到川普的症状之下 那么这个的话 以他自己 这个是自带能量的 这种情况下 对川普来讲 保守非常大 讲到川普这一场刺杀的事情 我觉得要注意几件事情 我在这里讲 首先第一个 所有的阴谋论没有啥意思 没有啥意思 然后拍那张照片本身来讲的话 极有可能反而成为这个阴谋 因为我看到在第一时间 川普反应非常快速 的确证明他比拜登强多了 我在想这一枪的话 打到耳朵上拜登搞不好 留在那边 另外有一件事情是 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是 这个事情的刺杀的事情 显现出来我长期认识的美国 他们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 已经不要忘了 美国有三亿支枪 我觉得这种刺杀的行为的话 在美国恐怕会变成一种效应 所以产生结果非常不好 是这种情况 是 而且其实川普他也是一个勇枪派 他也赞成美国人要有枪来保障自己的自卫权 勇枪派被枪打击 对 但是还是坚持要继续维护宪法 对于美国公民拥有合法枪支的权利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之前川普跟拜登的民调在拉锯 川普是略为领先 但是没有扩大的时候 共和党很多大佬给川普建议 说要不就提名女性 那么扩张你的选票的基础 让更多的女性那么加进来支持你 扩大你 要不就提名有色人种 就是不同的白色的其他的 例如说黄种人或者是非洲 伊的黑种人等等 那么来扩大你的基础 最后我们看到川普 他选择还是白人 选择还是白人 而他是底层出身的 可是问题就在于 其实川普的最大的支持者 而且狂热者 就是底层的白人 红脖子那一群人 红脖子的那群人 所以事实上等于是说 范斯能不能对川普 有多大的加分 这是值得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选票支持者 太大的重叠 这个显示出什么 川普的很充分的自信 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需要去选择女性的搭配 也不需要选择其他人种 他只要选择范斯 这位底层出身 而且也让很多企业界的这些大佬 非常推崇 因为他的那本 您刚刚讲的畅销书 他是很多大佬 很多企业界的这些领袖 他们都说这本书值得看 而且他走过新创公司 新创公司 一个传奇的人物 一个最破碎的家庭 单亲妈妈 然后妈妈再婚再婚再婚 然后他妈妈本身是吸毒的饭 然后最后是家里人 刚刚有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是奶奶把他 等于是外婆把他带来 然后从此以后 他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 军队对他的教育 让他学会坚强 让他学会勇敢 我觉得这一些 使他在未来的发展奋斗史中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 很少成功几率的 美国梦的另外一个翻版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礼拜一天的时候 由钱子您所主持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我们当时 就是在第一时间分析 川普在被枪击的时候处理 我们那时候就是说 川普处理的完美 这已经形成一本教科书的一个案例了 然后我们有谈到那副旗子 就是他后来 他正被给付的时候 刚好美国的背后 有一个旗子的那张照片 你看那张照片爆红 现在很多的T恤都把它印上去了 我觉得川普他本身在危机 在他面临个人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极端危险的时候 他的这一次的处理 堪称为完美 这个让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进入共和党的 代表大会会场的时候 就被塑造出来了 这个选举对拜登来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第一个 但是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万一最后如果川普还是落选 美国的内战才是美国最大的危机 对 这是最可怕的 万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万一川普落选 所以他只能当选 可能不是冲进这个国会山庄 可以了结的 内战 那就很可怕了